C罗从黄马转会到游文,被受意大利球迷的喜爱,他的7号球衣三周内卖出了5.5万件,这本是游文整个赛季的球衣被货量,而因为厂家预计不够铁产能不足导致断货,这才使得C罗球衣销售额没有再创新高,球衣销售额在实定为约为630万欧元, C罗在意大利人气可见一斑,而乘着休息时间,他带着女友乔治娜一起去了意大利时尚之都米兰逛街,排场相当阔绰,不仅有私人保镖保驾护航,女友乔治娜还带着显眼的售价,高达530万人民币的钻戒,一家奢侈品店似乎提前得到了C罗要来的消息提前清场,满足了C罗两人安静购物的要求, 而C罗女友乔治娜,她的亮点不仅仅在于打扮性感,展示出傲人身材,也不在于她出形态的那颗高达530万人民币售价的钻戒,而是在社交平台上能够用意大利语,对广大意大利粉丝说出一句,晚安,我的爱,可不能小看这句话, 乔治娜很是懂得入乡随所的道理,这一举动也为C罗加分不少,转会巴黎圣治尔曼的中国女族神风王霜,就表示她的前辈尊文,告诉她想要成功流氧, 不仅要磨练技术而且要学会融入逗当的文化中去,当年比较内向的董方卓在漫人纹落,除了身体有伤外,语言不通,也导致了她无法适应流氧环境, 当时郝海东,苏茂珍等流氧球员,经常在搜集海家聚会,而董方卓因为性格和语言障碍似的,他显得尤为木马,最终成为流氧失败的一个典型案例, C罗去游文集训时见那新队友第一句话就是意大利语,晚上好,一开口就拉了彼此的距离,而女友乔治那也不愧,单顾奢侈品店导购源,掌握了与人交流的和谐沟通方式, 这一点就展示出他自己的高情商,这次C罗带保镖在米兰逛街,带着530万人民币显眼大战舰的乔治那, 因为C罗真正融入到新环境加分不少,难怪他能得到C罗如此宠爱,总裁这次真的没有看走眼。